人群不怕吹雷彈 香港從此不更遠 香港從此不更遠 雨傘運動一周年 香港從此不一樣 昨天是香港爭取特首珍普選的雨傘運動 一周年紀念日 街頭又能見到朵朵廣散 泛民團體在鄭總一帶舉行紀念警會 警方出動近三千人戒備 在下午五點五十八分 也就是去年警方釋放催淚彈的時刻 眾人莫戰十五分鐘 紀念去年立抗87個催淚彈的場面 多名領袖也到場講述訴求 這個其實只是香港人去繼續 去爭取民主的一個起點 為了爭取特首珍普選 去年香港啟動1997回歸中國後的 最大規模抗爭行動 更爆發嚴重警鳴衝突 和多起警方執法破檔事件 港府出動催淚彈簿 隔天更有十萬人走上街頭 群眾佔領金融區中環和銅鑼灣 金鐘、旺角等地 在街頭長期抗戰獲得上萬人響應 抗爭持續79天才落幕 震撼國際社會 學運領袖黃之鋒在紀念活動上呼籲 不要讓9月28日成為紀念日 而要努力思考香港民主運動 該如何走下去 眾新聞總統報導 他們都是蘋果日報的爆料公民 你還在等什麼 每月兩則爆料被採用月齡兩萬 每週點閱數最高 再送獎金五萬元 現在就加入蘋果爆料公民行列